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目前仁川冠军赛已经是正序拉开帷幕 进入到比赛的第二天 整个小组赛也是接连风云变幻 爆出不少冷门 有多名名将被淘汰 对于我们国平来说一定要当心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在首天的女单小组赛中 国平劲敌现在排名世界第七的 韩国女队的年轻选手 申育宾在一次小组赛当中是非常遗憾 爆冷不敌欧洲选手惨遭一顿油 沈亿平在最近两年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他和张本美和一样 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年轻球员 那么近来的成长速度 确实要很多球迷十分的惊艳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现在排名女单世界第七 是韩国女队成绩最好的一名球员 结果呢 他们的热门总织选手 却直接在第一轮比赛就遭到淘汰 对韩国队的打击应该是挺大的 除了这一名名将一轮游之外呢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三大名将 同样也是在第一场比赛直接被淘汰 分别是华裔名将 袁佳南 以及日本队的男单选手 沪上筍甫 还有我们中国香港的一个黄正体 对于我们球迷而言呢 应该是一个挺虚细的消息 尤其我们很清楚呢 沪上筍甫在国内呢 曾经是多次取得第一的成绩 是日本队非常厉害的王牌球员 他的表现很多时候 其实比张本次和还要厉害 还要勇猛 结果谁会想到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他却非常不幸遇到了 同样是非常厉害的选手 鱼谷 最终呢 是被对手呢 直接淘汰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黄正体呢 作为我们中国香港的一哥 曾经当年也取得过世界冠军 也曾经打败过许心他们 但近来因为年龄上来的已经三十几岁 所以可能体能是跟不上来 所以在最新的比赛当中呢 惨遭一轮游是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和啊对比这几位球员一轮游的话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有另外两名主力球员却出现 差一点就抱了一轮游的情况 形势同样也是不容乐观 分别是梁静坤以及伊藤美成 首先在首天的比赛中呢 梁静坤是3比2 险胜卡尔伯格 这场比赛本身梁静坤是2比0的领先 但最终呢 却被对手呢连追两局 还好他没有复刻生育兵的悲剧 最终在2比2平的时候呢 把握住了局势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当时啊 场边的王浩和刘国良 看着呢 感觉心脏病都要犯了 最终拿下比赛胜利之后呢 才长输了一口气 对于大胖来说 接下来的比赛还是得小心一点 否则每次都处于淘汰的边缘的话 幸运之神呢 并不会每次都会眷顾我们中国队 一定要当心的 另外一方面呢 伊藤美成在首天的比赛 对战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 这场比赛论实力呢 伊藤美成肯定是占据优势 但没有想到呢 这场比赛他却打得如此的艰难 最终同样也是3比2选胜对手 差一点就输掉了 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呢 现在其实很多欧美的一些选手的实力呢 已经是越来越厉害 也越来越靠近日韩中这三国的一些选手的实力 对我们中国队而言 后续必须得小心谨慎 才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